今天3月6日故事的标题叫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收视率 那么对应的事件是1995年3月6日 珍妮Jones秀 就是在美国有很多秀 深夜秀啊什么呆萌秀啊 什么秀各种样的秀 反正就是访谈类节目 当然访谈类节目比我们的访谈类 节目类似于什么艺术人生之类的 没有下线的 几乎没有下线 后来才慢慢规范 那么在95年 95年也是20世纪了啊 这个 但他很野蛮啊 很野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天啊 他们邀请了 Jones 施米兹 一个小伙子 制作单位告诉他呢 有一位暗恋他多日的朋友 今天要在节目上向他公开表白 告白 施米兹呢还以为是他喜欢的女同事啊 欣然同意啊 满星期欣喜的等待惊喜 结果没想到从幕幕后面走出来的不是他所想象的期待的女同事 也不是其他女性朋友 而是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呢叫斯科特艾曼朵啊 是他的朋友 但他是一个出柜的同性恋 喜欢施米兹 今天呢向他告白 施米兹呢 他这个一下就愣住了 但因为他这是节目是直播节目啊 他这个不知道如何反映所有之好 将在那里头也没有显露生气的这个态度啊 他又同时呢 艾曼朵呢又是他的朋友啊 他也不愿意在电视节目当中的表现出拒绝厌恶啊 又怕别人误会他歧视同性恋啊 就是95年LGBT这个运动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 就是美国过分的这个追求多样性 包括这个性取向啊 这个肤色啊 反正反正在美国你只要是爱上有人 有人告你是叫歧视啊 无论你歧视任何一个方面实锤了 那你就被全社会给被唾弃啊 很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政治正确的一件事情 他呢又不敢这样 结果呢 正好呆呆的熬到这个节目时间过去 节目结束了之后呢 OK好 结果呢 因为现场这个这姜纳森的很很很呆滞 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表白 不是这个举动 结果艾曼朵啊 他的那同心的朋友呢 还误会了啊 以为他的这种平静表现呢 是表示有机会啊 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结果呢 OK好 节目结束了 那么亲朋好友呢 都以为他呢 哎 他是个深贵啊 就是以为他呢 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那这个 那这个同样被误会的 不是被被被被接受到 这个错误信息的 这个艾曼朵呢 还给他 专门给他写纸条啊 这个想暗示他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这一下子 好吧 已经承受了非常多的 这个挫折或者压力的 这个施密斯就爆了 爆了呢 爆了呢 越想越气 直接呢 先去银行取钱 现买了一把枪 跑到安曼朵家里头 对着安曼朵开了两枪啊 现当场 当场击毙 然后呢 他又去警察局自首 被判了二级谋杀罪 判刑25年 那其实真正该死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一类专门整中啊 整股的这一种这个节目 通过误导和设计非常尴尬 大悲的这种现象 能够满足他这个电视观众的这种 不能说是变态心理 只能说是呃 就是旁观啊 就吃瓜吧 那就是八卦 这是这是人类自大进化出智能智能之后啊 那个最喜欢的这个叫叫叫标注在基因当中的一个 啊一个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叫社会性反应就是吃瓜啊 希望看各种各样的八卦啊 所以所以这个事情的是家人啊 他这个埃曼朵的家人呢 就是被被打死的 那个同心恋的呃 掐人的觉得这事怎么看都是这个电视台生生制造出来的这个这个惨剧 所以呢控告电视公司说他们是误导施密兹和埃曼朵造成了这场啊 悲剧那99年也就是说一口气到四年之后呢 法院判电视公司败诉要赔2500万美元 那电视公司当然不怂啊 上诉二审结果翻盘啊 电视公司呢是逃过一劫啊 那个不能而且不能再诉啊 毕竟他是一个公司 你一个家庭或者个人告公司多数搞不赢 除非你是真真正正啊 像事先留足了这个证据死也翻盘不了的 但是在美国他的诉讼界呢 死也翻盘不了的这个事情呢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因为你任何一个证据他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盘万招也好 盘盘啊盘万招也好啊 怎么低也好 让你无效化 那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律政电视啊 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这个故事呢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施米兹啊 他呢是个老老实实的社会人 射处了都可以说是 哈哈 那么他受到这么大的这个误解啊 或者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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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变吧啊 这个气不过爆发了 但了个什么事情呢 取钱现买枪 也就是他对问题来了 就是他多数人像我们中国人的可能从 除了以前老的这个民兵从没接触过枪 就算枪你能够买枪 你不一定会用枪 那他的本身说明买了枪就能用啊 就是说之前接触过枪会用枪 那他自己本身家里头没有放枪 但原因是啥呢 他知道我想用枪的时候 随时随地可以自由自在去买到枪 立刻可以使用 这就是美国现实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会惹怒某一个人 那他那一怒之下呢 就可以翻出或者说买买买下一把枪 站到你面前啊 把你打死 这个就是国外 这个是国外所 就是普通人的是这样 普通人他是随时随地会会面临着被被枪决啊 被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枪决 就无论认识你还是不认识你 无论是人家针对你还是不针对你 那被枪是在街上随时随地都会有的 所以他呃 那个国外特别是美国 他的这个嗯 除了法律之外吧 法律行业和安保行业非常非常发达啊 因为他每年都在用兵 那是每年都很大量的这个退伍军事人员下来了之后呢 呃军事员又不会干其他事情 除了杀人不会干其他事情 那怎么办呢 大多数都进了这个专业的安保公司 那富豪你稍微上一点档次的啊 中产以上的小富豪大富豪呢 他都有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的全年无休的安保 保的就是这样啊 保的就是这种事情 呃 枪是随时随地可以拿到的 所以所以所以在国外生活 你无论多么低调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受枪的这个问候 这是一个很吓人的事件啊 好 这故事我的直接反映或者说误解吧 以上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